- 历任LY看过那年拿出那些事的朋友,一定都记得兔子在中龙军火市场,像傻大木兜售RPG的场景。 那么,我们今天就来讲讲,这个几乎和AK-47一样经典的装备RPG的前世间生。 在二战期间,坦克作为陆军的主要装备,已经在各国广泛装备,普通士兵手上的武器,已经无法抗衡坦克的进攻,而打坦克炮和重心火炮因为体积大,沉重,不利于携带行军。 这个时候要研制出一款,可以对抗坦克的个人武器,已经迫在眉睫了。 1942年,苏联就研制了一款SPG-82型号的反坦克火箭筒。 但是苏联的这个东西,不但重量到达70多斤,长度也有惊人的2.1米。 这种的外形和结构,使得士兵在操作的时候很不方便,再加上射程也不远,在战后很快就被淘汰,因为这东西的确又大又蠢。 但是在二战期间,德国人也发出了一款和现在PRJ外形差不多的反坦克火箭筒,命名为铁拳。 这款武器有着类似于手枪的扳机设计,瞄准也简单,其最大的优势就是重量轻。 携带方便,只要一个士兵就可以运用自如。 在苏联人攻破柏林的时候,就顺手把全套图纸全部运回到国内,并一同把铁拳的生产设备,也运回了莫斯科。 苏联的专家通过图纸发现,这德国的型号设计的真是灵巧,获利以及收成的数值都相当不错,于是就通过逆向技术,苏联人在自己的工厂终制作出了新的反坦克火箭筒, 并给它取了一个从此广为人知的名字P.R.S.D. 其实在整个二战期间,苏联虽然打败了法西斯德国,但是为此也付出将近五千万人的代价,武器性能在当时也只是勉强能用。 很多的装备,其实在当时完全落后于欧洲和美国。 特别是在亚尔塔体系之后,世界分为两大阵营,苏联致意迫切失求,就是各种武器研发技术。 RPG-1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。 RPG-1是由苏联跑兵总局的洛民司机,主持设计的,完全脱离了之前,S.P.G.8的笨重样子,有了握柄和撞针的设计,发射管也断了很多,便于单兵携带。 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,就是准确度不稳定,虽然在外形上像铁拳,但是,依然在性能上比不过解决。 到了1948年,PRG-2研发成功,使用PG-2扩夹的,这款产品性能稳定,每个部位都可以拆线,一个士兵就可以简单的拆线,再用机油保养,操作简单,最大的射程到达600米。 这款武器装备到部队,就获得了一致的好评,并在第二年开始装备划约,还加装PR红外瞄准设备,我国也在1956年开始引进PRG-2。 这个东西如果只看样子,其实非常简单,就连瞄准装备,也是堪似粗比不堪,北约看着这种东西,也觉得不值一期。 但是很快,北约和美军就在越南就尝到了厉害,这种简单操作的,T,与维护的2PG大量的装备到越南部队,打坦克,打直升机,弄得美军死去活来。 随后也根据PRG-2这款衍生出PRG-4,PRG-71直到PRG-29,特别是PRG-29更是威力了的,在伊拉克战场,以及以色列战场上都几次重创美军的M1处战坦克,甚至将英军的挑战者直接击穿。 但是恐怕苏联人自己也没有想到,在阿富汗苏联人,自己也被PRG折磨到怀疑人生,到最后,也不得不撤出帝国坟场。 就算是现在,只要有战乱的地方,就会有PRG的存在。 但是恐怕谁也想不到,PRG现在最大的客户,竟然是各种牛机队,而且几乎人手一只,成为了很多国家最头疼的问题。 感谢观看